当然还可以再做得更完善一些 所以刚刚的程式片段 我就多一个叫reload 这个reload的话就是说我计算的结果 当然我们刚刚计算的程式码是year 就是把现在的时间减掉 就是我们现在的year 减掉我们输入的year 比如说我2013 是2013 然后2013 那如果输入的是1986好了 那他就相减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税 可是问题这边还会有 如果说将来你们会考虑到月跟日的问题 如果说他这个后面的日期 他没有满这个月的话 还有月有满的话还要看日 对 所以这个条件的话最简单就是 你先怎么样 你先判断 那我一个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 就两层潮状的判断 那这个潮状判断我的想法是 我主要是以这个部分 就是最后呢 他是不用再简易 就是说他已经满来做判断 那满的部分的话就是说 如果他慢时 我先比这个慢时 如果这两个相比怎么样 他的生日大于怎么样 有没有 他大于就是系统 就是等于是我现在的 我现在的慢时 等于是大于 比如说我九月份 或者等于八月份也可以 第一个就是大于等于 有没有 我现在的生日大于等于系统的这个时间 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我的日期 再来就是怎么样 也大于等于系统的日期 那这样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减一 也就是说我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这个这两个相减 反之的话 其他这种状况 反之的 就是日的部分没有满 那也没有办法 如果月的部分没有满的话 也没有办法 也还是要把一减回来 这样的话呢 最后算出来 我就把计算结果再放在这个relaught 那这样的计算结果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会是我们要的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1981 我们先1983好了 然后1983的8月25号好了 那这样基本上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25间26 可以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就29 我看一下 1973年的8月 它27 27是 它应该是逻辑上有 这还没到 40 40 是 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逻辑要稍微想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往下跑 OK 这边更正一下 应该是 现在的时间 跟你的生日 应该现在要比较大才对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要是 假如我7月生日的话 我才有满 如果我9月生日的话 那我就没有满 然后一样日也是一样 所以刚刚这两个颠倒一下就OK了 所以我今天输入一个1983 1983的 假如说8月25号 那8月25号 他的生日 那应该是已经过了 所以应该是要30岁吗 对没有错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1983年的8月27 27是明天嘛 所以按确定应该是29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是1983的8月26呢 26如果今天啊 今天生日啊 生日应该算有没有满 所以有满嘛 有满的话等于嘛 所以判断说要等于 如果等于的话 应该要30岁才对啊 对30岁 所以日的话也要等于 你不能只有大于没有等于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等于的话 那变成你当天生日之后 你却判断出没有满 那这样子程式就有有bug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利用 这个潮状的衣服来判断 OK 好这里的话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 如果是程式 程式部分的话 要判断是否满这个月跟日的话 那如果是只是判断日 判断年很简单 那月跟日的话 接着判断的话 那就是要 再就用一个那个潮状的 这个逻辑判断来判断哦 谢谢大家